栏杆上都建滿紅色血跡 連馬路上都是痕跡 畫面看得觸目驚心 基隆市中山區公園 三號晚間發生砍人案 民眾在公園抽菸時 居然有男子持刀朝他攻擊 事發過後 血跡散步超過500多公尺 民眾一早來公園 看到這樣的狀況都嚇了一大跳 會不會擔心小朋友在這邊 遊戲上的一個安全 會害怕 會害怕 會一定有少一點 這樣不然 這樣又危險 聽說現在還抓不到人 還抓不到人 還要抓不到人 那孩子這樣 如果對方也沒有大人很危險 民眾看到都心驚驚 就怕傷人男子再度出現 影響孩子的安全 道場發現有一男子 所不遭割受傷 非遭砍傷 為生命跡象穩定 本分局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並於三小時內迅速超過 涉案犯險到案 警方表示目前已經擺到涉案前犯 只是本該讓孩子放鬆玩耍的公園 如今卻傳出驚悚案件 到處都是血跡 讓家長都好驚慌 希望警方能夠加強巡邏 別讓公園成為安全破口 東南新聞 旅國報 翁潔寧 徐成全基隆報導